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特带高光的瞬间能够脑补一万字的娱乐圈爽文 也霸气放话了 姐来这儿就是要C位出道的 结果没有想到张雨琪在节目当中竟然是作萌作萌的 是姐圈的虞书星吧 真的是 直接从霸气高冷的张姐变成了人畜无害的小雨 刚开始录制啊 签名的这个姓名板 其他姐姐呢都是拿下来的 按好纯印之后再放回去 小雨呢 对着墙就是一个喵喵哒 和其他的姐姐碰面呢 整个场子都是小雨的趴 如同是优秀的企业家会面一样 和每一个人亲切的握手 小雨对于同为新女郎出身的黄胜衣也是照顾有加的 黄胜衣上来没有座位 小雨招呼她坐在一起 三十个姐姐分好出场顺序 然后黄胜衣坐在那 哼哼唧唧的吐槽自己的衣服紧 想要早一点上去表演 又恨自己没有抢到排在前面的号码 于是呀 我们免费劳动力小雨出场了 立马傻大姐一般的站出来 帮她哄了一嗓子 问谁能够换座位呀 张雨记得出评级表演呢 也是全场一副清流的 小雨说参加节目呢 是因为自己没有少女时代 没有传递出来少女的信息给大家 随后上台 她就演唱了一首粉红色的回忆 姐想呈现的是上个时代的少女 话上师为啥给你搞紫色眼影 心里有点数了没有啊 开场四个舞步顺拐四次 只要我足够四里 你们就看不出来我在顺拐 姐边唱边随着音乐扭动 活力满满 并且对自己非常自信 连之前一直严肃的静姐 都看着是一脸一目笑呢 直呼小雨好可爱哦 小雨表演完毕 坚信自己的表演是吸引年轻人的 对于赵少老师这种中年男士的欣赏有点崩溃 小明哥都忍不住低头偷偷的笑了 花花子你可以这么认为的啊 你说啥就是啥吧 花花呀也不敢得罪七七子 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一脸天真小雨 还一脸满足的对黄小明说 你今天真的是大好运哦 甚至是客气的让大家以后别老夸夸 多点批评嘛 留下了四个实话的评委 内心的OS 批评你也听不出来啊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就是一种肯定 解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知道后来越来越多的低分来到了X组这边 小雨啊才 Lay back 发现不对劲了 原来知道真 知道真相的小雨 眼泪掉了下来 羡慕张雨琪的美貌吗 拿脑子换的 小雨坐在后台 看其他选手表演 沈梦辰表演结束 来了个绝美的E顶 小雨说 我也要我也要 三分绩效 三分博良 四分漫步精心 小雨 你自己知道学的不像吗 本来以为是个虎女 结果是个虎逼 不过虎也有虎的好处 最后选座位的事件 张雨琪也因为虎从暴风中心当中安全脱身了 当时的情况是 姐姐们按第一论成绩排名来选座位 轮到王立坤和张雨琪的时候 他俩想选Everybody 但是此时 这个组已经马圆了 王立坤小声的说 有没有人换出来 再出来一个吧 张雨琪听了之后 立马跟着大声吆喝 不过语气措辞 听起来就比王立坤舒服很多了 问还有没有人再考虑一下呀 后来换出来了一个位子 两个人用石头剪刀布 张雨琪又赢了 取得胜利之后 耐着欢快的步伐 哼哼的跑了过去 被命运选中 赢得了位置 虎人有虎福 小雨这运气 也的确是撕泪全场了 节目播出之后 杜华 王立坤 张雨琪 都受到了不少的争议 但是骂张雨琪的声音 是最小的 直来直去的虎批性格 救了她一命 期待这位姐 在之后的节目 继续持量行凶 对了 小雨的英文名叫做Kitty 以后大家可以叫做她 Hello Kitty 希望Kitty能够在 解圈乘风破浪 兴风作浪 直挂云翻 济沧海 姐要继续勇独飞味 青春竹梦 多远都可以到达 加油Kitty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 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